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20日,曼联主力前锋拉神福德接受了媒体采访。 在采访过程中,拉神福德谈到了曼联现在的状态。 他认为球队有实力竞争,一向重要的冠军。 拉神福德说道,我认为我们球队可以去竞争一向重要的冠军。 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没有做到,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等太久。 距离影响,一座冠军,我们可能只差一步。 在各项大赛里,我们面对怎样强大的球队都有能力正面较量,这一点我十分肯定。 我们在赛场上信心十足,我们有信心击败任何对手,包括利物浦、曼城以及巴黎。 在与这些对手较量时,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球员和教练都十分清楚这一点。 在五轮之前,大家可能觉得曼联战绩很差,但是此后,我们赢下了三场。 大家又开始讨论,因为我们是一家大俱乐部,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专注,尽量不受外界干扰,专注于眼前的比赛,并且全力去争取得分。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,此前在一段时间里,赢下十场比赛时候的那种状态,并且保持住这种状态。 在当前的,这个赛季,如果哪支球队,可以做到这一点,那么这支球队,一定能赢得冠军。 我们需要用表现,证明我们就是这样一直有资格,争夺冠军的球队。 夺得英超冠军,或者欧冠冠军,是十分重要的事情,这是我们的梦想。 本赛季我们在欧冠被淘汰,是十分让人伤心的,现在球队,已经被淘汰了,这件事,无法改变。 我们能做到的,就是在后面的比赛里,争取获胜。 距离大家,想象中的,强大的曼联,其实现在,差得不远,不过这并不能,证明什么,因为既然有差距,那就是有些事。 还没有做到,球队现在,还需要证明,现在需要做的就是,在球场上做出回应,那是最能够做出,有力证明的地方。 本赛季拉绳福德,表现不错,他为曼联,出场20次,取得了12例进球,不过曼联的表现,收到了不少质疑。 球队在欧冠赛场,被淘汰,而在联赛,目前只排名第7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